《诗诗记》第一章 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谁要为我们首先去攻打迦南人 与他们作战呢? 耶和华回答 犹大要先上去 看哪 我已经把那地交在他手中 犹大对自己的兄弟西勉说 请你与我一同上我抽签所得的地业去 我们好与迦南人交战 以后我也与你一同到你抽签所得的地业去 于是西勉与他一同去了 犹大上去了 耶和华就把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比塞击杀了一万人 他们在那里遇见了比塞王 就与他交战 击杀了迦南人和比利喜人 比塞王逃跑 他们追赶他 把他捉住 砍去了他手脚的大拇指 比塞王说 从前有七十个王 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去 在我的桌子底下拾取食物 现在 神照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 于是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 后来他就死在那里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 把城占领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 又放火烧城 后来犹大人下去 与住在山地 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交战 犹大人又去攻击住在西伯伦的迦南人 杀了士筛 亚西曼和达玛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他们从那里又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迦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 把城攻取 我就把我的女儿压萨给他做妻子 迦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 攻取了那城 迦勒就把自己的女儿压萨给他做妻子 压萨出嫁的时候 俄陀涅劝他向他父亲求一块田 压萨一下驴 迦勒就对他说 你要什么 他回答 请你给我一份礼物 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把水泉赐给我 迦勒就把上泉和下泉都给了他 摩西岳父的子孙基尼人和犹大人一同离开宗树城 上到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 住在那里的人民中 犹大与他的兄弟西面同去 击杀了住在西法的江南人 把那城完全毁灭 那城的名字就叫做荷尔玛 犹大又攻取了迦萨和迦萨的四境 亚石基伦和亚石基伦的四境 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占领了山地 但不能赶走平原的居民 因为他们有铁车 犹大照着摩西的吩咐 把西伯伦给了迦勒 迦勒就从那里赶走亚纳子孙的三族 遍亚敏人没有赶走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所以耶布斯人与遍亚敏人一同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 约瑟加也上去攻打伯特利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约瑟加派人去窥探伯特利 那城从前的名字叫路斯 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 就对他说 请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 我们必恩待你 纳人把进城的路指示了他们 他们就用刀击杀了纳城的居民 却把纳人和他的全家都放走 纳人到赫人之地去了 租了一座城 给他起名叫路斯 直到今日纳城还叫这名 马拿西没有赶走博善和属于博善的乡村的居民 他纳和属于他纳的乡村的居民 多尔和属于多尔的乡村的居民 以伯连和属于以伯连的乡村的居民 米吉多和属于米吉多的乡村的居民 迦南人决意住在那地 到以色列强盛了 就迫使迦南人做苦工 但没有把他们完全赶走 以法连也没有把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赶走 于是迦南人还住在基色 在以法连中间 西布伦没有把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赶走 于是迦南人还住在西布伦中间 成了做苦工的人 亚瑟没有把亚科的居民和西顿的居民赶走 也没有把亚黑拉、亚格西、黑巴、亚福格和利和的居民赶走 于是亚瑟人住在当地的居民迦南人中间 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赶走 拿福塔利没有把博士迈的居民和博亚纳的居民赶走 于是他们就住在当地的居民迦南人中间 博士迈和博亚纳的居民成了给他们做苦工的人 亚莫利人强迫弹人退回山地上 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来 亚莫利人决意住在西列山、养亚伦和沙冰 但约瑟家的势力强大以后 他们就成了做苦工的人 亚莫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山坡 从希拉直上